常规的网上交友诈骗 他就是意思对对对对象绝对不可能的特定 这是不会正式设计的 那么这个设置了骗局 他就找各种理由 然后骗到钱 他就消失 但这个和那个就不同 在一个一个人身上连续被骗 也很少发送 真是不可思议 这个真不可思议 没错 一般来说职业骗子 他骗取了一定的数额之后 他就会消失 而不是像张海这样 一而再再而三的紧盯着李梅 难道说张海这么做是另有目的吗 另一方面还记得吧 之前张海发过身份证的照片给李梅 警方也查了这身份证 居然是真的 张海这人是真姓真名 试问 有哪个职业骗子敢用真名 张海跟李梅之间 是不是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真相或许只有找到张海才能解开 有了身份证号码 张海并不难找 很快警方查识 张海32岁 是陕西咸阳人 没有过案底 在张海的老家 张海的父亲 独自带着张海的两个孩子生活 而张海自打离婚之后 就说去西安打工 没了踪影 没错 张海的父亲还在呢 所以之前李梅说的 张海告诉他父亲过世 要借钱 显然是骗人的 当然了 还有那么一点 张海说什么他在交警洞 那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张海的父亲表示 儿子在西安从事的 一直都是毒疗行业 所以可见了 但这两点 李梅就已经被张海给骗残了 很快 警方按照张海父亲给的消息 找到了张海曾经工作的毒疗店 店员一看 马上就认出了张海 你好看一下 是不是在你这儿打工 店员表示 张海早就已经离职了 但是店员表示 那时候张海豪气到什么程度 别说员工宿舍了 租房他都不屑 非要每天住在宾馆里头 他们当时都很好奇 张海这钱哪来的 当然了 事到如今 我们不难想象 张海挥霍的那些钱 自然就是李梅给他的那些钱了 很快 警方顺着住宾馆这个线索 查询了张海的这个宾馆登记记录 不查不知道 一查真是吓一跳 过去一年之间 张海的这个开房时间高达50多次 而通过监控资料 警方也终于明白了张海 住宾馆的真正原因 他每次入住的时候 他都领着不同的女的 我们感觉说 他是不是就把钱花到这种地方 看着张海如此挥霍 再想想李梅那边 丈夫要手术 儿子要上学 却无钱可用 差距怎么那么刺眼呢 更是显示出了张海的可恨 而另外一方面 从警方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情况也大幅度的提升了 张海的这个诈骗嫌疑 于是警方决定全力抓捕张海 通过张海的一个老乡 警方很快就知道了张海的行动 下午下班的时候 他这个在修理厂打工老乡下班 骑自行车 就是往这个修理厂旁边 一个陈中村 就是他住处走的时候 等他走到他住处门口之后 从这个门里边出来也有人 这个人正是张海 不难看出 他真实的面貌 跟李梅手机里那些照片的模样 还是有点差距的 张海也承认 他确实是从李梅那用各种借口 最终借了将近70万 可是我借他了 然后我有的事是讲的 可是我跟他说谎了